罗织记是五周库立莱俊成所著 共二十卷是一部专门如何罗织罪名陷害杀人的书 库立周星临死之际看过此书自态废柔 竟该月受死 一代人间宰相敌人间月霸此书冷汗之冒 却不敢含冤 与皇武则天面对此书 看道如此心悸朕未必过眼杀鸡碎身 时至今日此书亦被看作阴谋学的康顶之作 乃是一本惊贴地弃鬼神的证人奇书 远获避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就是阅读了解罗织经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这是古来很久的话题 罗织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反而是将人性阴暗面完全摆上台面 应该说书内容本无绝对好坏 只是理解上的不同 例如书中开篇就是一句 人之情多骄 世之情多伪 其可信乎 便可见一斑 其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句话也是真理 或者说很现实的一句话 人性本身就是善恶并从 世间无至善也无善恶 而表现出的善恶也不过是人行为的定性败了 看书无法 关键要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 若是只从中看到了阴暗的东西 那么就不用继续看 如果能看到一些可以称之为为人智慧的东西 那么便值得一看 随便举个例子 有一句很火的坏 就是当清官要比贪官更尖 这也才能胜过贪官